大家好 欢迎收听黄理讯天下 今天这条片当然要讲讲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就是香港终于立了23条 3月19日大约下午6点半 23条三读通过 将会在3月23日正式生效 看来香港的共官觉得23条很好意头 所以特意选323正式实施23条 这次一如所料一定是的 全体忠诚废物 忠诚地一致通过 通常一般而言 立法会主席不会投票 这次不同了 这次为了表忠 立法会主人 真是坏了 学了鼠王勋 不是 不是主人来的 应该是立法会主席大口先生 也有投票 于是全体一致通过 一票也不少 这次超公公当然威风 他真是不负皇上所托 搞定了这件事 他就说 今天是香港历史的时刻 特需政府和立法会 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事命 超公公就说 香港政府不负中央所托 不负国家信任 其实说这句 只是自己赞自己 只是和皇上说 哎呀 奴才我小超 这么辛苦搞定这件事 看怕也有机会连任了吧 不过我觉得 超公公这次这场show 还是有点点瑕疵的 这一局说到尾 都是靠维尼皇帝 都是维尼皇帝的功劳 这次火速拍完这套剧 还马上上画 观众又要扮好中意 全靠谁 靠皇上 你猜靠你这帮食塞米吗 所以二十三条通过之后 全体忠诚废物 应该向皇上的画像 三国公 借主隆恩 这样才对 你现在成帮友仔 不去感谢皇上 在这里自己赞自己 真是无政治智慧 这二十三条之母 叶柳 他就说 如果2003年立了二十三条 就不会出现 2014的雨傘的东西 这个叶柳有多过瘾 雨傘的东西 什么西呀 叶柳什么西呀 我真的不太明白 迪志远就说 立了二十三条 香港好似 鱼鹰展翅奥场 我不知道这只鱼鹰 飞呀飞呀飞 会飞去哪里 如果飞去霧霾很严重的国家 那就大事了 有件忠诚废物的严刚 这人是招商局的董事总经理 这个人更加顶忍 他说不立二十三条 鸦片战争的悲剧都会重演 如果要二十三条 这样就不一样了 我想了 是不是有二十三条 英国海军来到 日本二十三条飞过去 英国海军的军舰都会被击沉呢 会不会美国海炮突击队来了 一出二十三条 美帝的海炮都会变成五毛的嘴炮呢 变成只把声呢 不知道 有个叫林素卫的姐姐仔 他说粉身碎骨去支持二十三条 喂阿姐 现在香港打着俄乌战争吗 你不如说 就算普京用核弹射我 我都支持二十三条 你这不更厉害呢 总之七十一件忠诚废物 就人人借这个机会表忠 就以示自己为皇上扮了一件大事 即是扮大事 好了 轮到冰强出场了 冰强说 他对通过二十三条 心情十分兴奋 他形容 二十三条是他的亲生子 哇 厉害了 二十三条是他亲生子 那是怎么样呢 冰强从此就是 二十三八 或者二十三爹 真是个人啊 香港 又有十一哥汤渣 又有以禁果为目标的超公公 现在又有二十三巴兵强 真是 香港想不夜纷纷也挺难 这个二十三条大通过之后 一班忠诚废物和官员 就来个大合照 正式为香港的美好时代 画上句号 OK 这个show 落幕了吗 当然没了 大合照期间 有个何俊賢 这个人 就去找超公公拿签名 跟着自由党有的物体 叫李振强 又去找超公公拿签名 不过超公公认 公公他免得 他免得 这个强仔 给柠檬这个李振强吃 大合照之后 这个李振强 再找超公公签名 一样不签给他 哎呀强仔 你想学葵花宝典 你给点诚意嘛 先处理好你自己的宝贝 静身之后 再去向公公拜师啦 你拿签名有鬼用吗 不过最后这个傻仔终于 都拿到超公公签名 说下那帮女忠诚废物 几搞鬼呀 一起穿紫色衫 去办开会 就说要趁本23条的紫色 会后有人问容海恩 说他过气的老爷 袁公怡 都是被通缉的 而23条就说明 如果知道有人犯了23条 要马上举报的 记者就问容海恩 会不会给法律意见 他老公 以免他老公 袁尼昌 误堕法网 容海恩就说 袁尼昌自己会懂得担心 又说日常在家 不会交流国安方面的问题 他就说他老公阿昌 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我一听到负责任的男人 我马上笑了出来 以前香港加计会 有个宣传 就说 负责任的男人 记得大徒 好了 说完立法会 又说说香港社会的反应 23条 一通过 马上一大堆所谓团体 早有准备 立刻表态支持23条 纪律部队说 欢迎23条 众联办说23条是由字之兴的新篇章 人大发工委说 充分肯定23条 外交部驻港公署 再创辉煌 港澳办说23条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 还有一堆什么叉商会 都出声明 就说欢迎23条 我相信 连着教会 黄大仙 清真子 加上各类 暗堂妙语 都说欢迎23条 一定说有了23条 天主佛祖 真神 都安全很多 会不会连着各字头的社团大佬 或者娱乐按摩业 那些从业员 都说欢迎23条 总之有了23条 拜神安全点 突骨都安全点 有了23条去突骨 就不会粉身碎骨 OK 那一般市民又怎样呢 当然是假扮不知道 假扮没什么 冰强都说 九十多%香港人都支持23条 现在还哪有香港人 会表达对23条的个人意见 总之特区政府的意见 就是代表市民的意见 香港人现在知道怎么执衫的 我就发现 今次通过23条 香港电视新闻 就报道得挺详尽的 但报纸方面 很多报纸 非常低调 只是香港01 和星岛稍为多些报道 明报三则短打报道 方向报更离奇 只有一篇报道 但是通过23条这件事 国际媒体非常非常重视 差不多所有欧美的主流媒体 都将香港通过23条 视为亚洲版的头条 今天不同国家 八十多位国会议员 前任或现任官员 和维权人士 发表声明 谴责23条立法 其中包括了 彭定康 卡梅伦 鲁比奥 盖拉格等等 总之这批人士 包括了德国 法国 捷克 立陶宛 波兰 斯洛佛克 瑞典 丹麥 葡萄牙 西班牙 罗马尼亚 比利是 韩国 马来西亚 加拿大 议员 及官员 香港 超公公说通过23条 是香港光荣的历史时刻 而西方媒体 同一班议员及官员 就说通过23条 是摧毁性的时刻 从此香港再无独特之处 其实两边阵营的立场 大家一早意料之内 所以我个人没什么特别反应 反而我有点点意外 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陶克 第一时间 谴责香港通过23条 陶克说 这样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倒退 认为23条 可能被滥用 包括用来对付 意见人士 记者 研究人员 和维权人士 这个新任人权高级专员 陶克的回应 我刚才说 有点意外 因为他的上任 巴切来特大审 是人所共之 非常亲共 烟爱人民 弊的专员 我以为这个银食的传统 大概会延续到 这个陶克 但现在看来可能又不似 会不会现在 某国就窮了 不够钱发展 购买人权 这个采购工作呢 可能 人权那么贵 买不起 OK 终于立了23条 香港终会怎样呢 今天的形势 似乎各方面都很平静 中共的鱼翼算盘是米以承吹 西方你的洋人很快习惯的 遲些就不会理什么23条 而外国资金 有钱赚自然来香港 没钱赚 香港有哪条没哪条 外资一样走 这个是中共对外资的看法 至于说这样会不会令中共在国际上更加黑人真呢 这一点不是中共考虑的问题 中共的思维从来都是一样的 中共认为 有钱就会受欢迎 中共没钱 做什么都黑人真 这是中共和那些蓝丝叔八审母的看法 暂时美国似乎还没有强烈回应 正常来说 美国已经进入选举期了 拜登和川普就没理由会一声都不出的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喝杯啤酒 吃点果仁先 至于纳23条对香港的影响 我肯定 对官员 忠诚废物 和公务员 没影响 为什么 一样照出粮办正在做事 经济方面又怎样呢 继续日纷纷夜纷纷光弹经济 食股继续收拾 香港人继续不想消费 遲些为了证明23条很重要的 拉一些人作为示范 难免呀 学汤十一话头 重判意见人士 是想产生阻下作用 同样拉一些人 扮几件案 都是发挥阻下作用 总之 2024年3月23 绝对是香港的历史时刻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不想提这一天 很多人已经收了声 不再说 又收了脑 不再想 这种无奈 我完全明白 今天这条片 我没什么心情做宣传 不想呼吁大家支持 总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